华尔街日报近日刊发了一篇报道 不仅备受美国政治圈的关注 同时让远在大洋别的中国也炸开了锅 报道称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情报官员此前就特朗普女婿 总统顾问库什纳和美籍华人邓文迪的关系 对库什纳提出警告 我们细数一下这篇报道出现的各位大佬 就知道这篇文章的含金量几何 首先 特朗普的大名 打头出现 其次女儿以弯卡 女婿与库什纳接连登台 接下来本文的主角邓文迪登场 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名字就足以吸情 结果这几位大佬齐聚一堂 最终连传媒大和莫多克都成了默默无闻的配角 除了这几位充满喜剧色彩的主角 报道的内容也是足够震撼 就如我们昨日的《萌播报》所讲 邓文迪被美国反间链机构 怀疑是为中国服务的特工 此消息一出 不知道那些曾经和邓文迪交往过的政治名流 影视大腕们是否出了一身冷汗 邓被怀疑的原因很简单 大概就是试图撮合中国政府在美拿下一些建筑项目 比如国会后花园里建个中式白塔什么的 而就这一个项目却被认定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这么高的塔站在离白宫国会不到5英里的地方 这可能起到很好的监视作用 由此可见 中美关系的确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 同样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在邓文迪报道的几天前 美国一位于密苏里州的陆军基地 拆走了一些由中国制造商制造的监控摄像头 因为他们担心北京方面正在通过这些摄像头 连监控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除此之外 前几天传出的华为与美国运营商AT&T合作失败 其背后真正的原因 十有八九也是由于美国方面担心泄密事故 说回邓文迪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他开挂一般的人生 让人只剩羡慕无法复制 他的成名 要从嫁给媒体大亨 新闻集团总裁莫多克那时候算起 不过这并非是他人生的高潮 在莫多克的舞台羡慕后 他的表演依旧精彩不断 就拿与特朗普一家人的交际来说 就足够让多少人渴望不可及了 据小消息透露 以玩卡和库什纳之间的大媒人 正是邓文迪本人 由此可见 邓文迪早已成功深入到了特朗普一大家子 一个出身名门望族 从小接触着最初顶级教育的豪门儿女 都并非能够成功地混入这个圈子 可是偏偏令人气愤的是 邓文迪却出生在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并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曾有名 邓文格 邓文迪与美国结缘 还要感谢他18岁的时候认识的来自加州的美国夫妇 在他们的帮助下 邓文迪成功地拿到了学生签证 同时进入美国一家社区大学学习 与此同时邓文迪还成功地将这家夫妇的男主人成功据为己有 邓文迪也因此用最迅速快捷的方式取得了美国绿卡身份 这段历史其实并非光彩 但是在自由自主的美国社会 这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个成功并且有魅力的东方女性 之后邓文迪便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耶鲁大学商学院 毕业后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 她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向她招手 这就是进入了莫多克的集团实习 实习期间又因为一次为莫多克本人担当翻译的机会 成功地上位变成了莫多克的第三任妻子 怎么样观众朋友们 一个成功的人就是能够抓住人生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机遇 我们是否珍惜每一次向我们招手的良机呢 成为豪门太太的邓文迪也有着不俗的生活 通过高科技试管婴儿给莫多克生下了两个女儿 成功取得了瓜分财产的权利 至此邓文迪已然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名人 如果说他是中国政府埋下的一名特工 那么此刻他的身份和地位足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正如莫多克本人后来回忆到 在与邓文迪结婚后 他经常帮助新闻集团在中国安排一些交易 虽然这些交易具体指哪些小编并没有查到 但是许多人猜测这是莫多克申请离婚的主要原因 这还不算完 2011年在英国议会举行了一次听证会 莫多克与会期间遭到听众嫌疑男子袭击 而身为莫多克妻子的邓文迪 则反应灵敏 迅速起身反击 一巴掌一抬手 一瞬间直接将袭击男子制服 领全场杀眼 小编此刻回想起来 这伸手反应 是不是曾经受到过严格训练所造就的呢 邓文迪被认为是特务这件事 在之前外媒早有报道 原因则是由于他和原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曾庆红曾经就是主抓情报工作 那他与曾庆红所建立的联系 也被外界猜测十有八九与情报次弹有关 至于他们是何时建立起的联系 至今也是一个谜 但是多维瞪在香港工作期间 因为曾庆红所主管的特务系统 也延伸到了香港 与摩托克离婚之后 邓文迪也对政界人士情有独钟 不知道是不是依旧是工作需要 比如邓文迪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所传出的私情 以及前段时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传出过大大的绯闻 虽然这两位的感情最终没有被坐实 但是与他们所接触的动机的确很有意味 有人可能会问 像邓文迪这等有身份的人 会做特工这样危险的职业吗 其实纵观中外的谍战历史 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名人之士都具有多重身份 也正是由于他们高人一等的身份和地位 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常人无法接触到的信息和关系脉络 从而完成情报次弹工作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杨岚夫妇 在某人的爆料中也供出了他们曾经是级别很高的间谍 而在美国曾经的CNN当红主播安德森·库帕也被爆出为中情局高级特工 并且小编发现媒体人深受情报部门的喜爱 很多都被发展成为了他们的下线 比如财富、杂志、保守派作家约瑟夫·艾索普 媒体大亨亨利·鲁森 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沙兹伯格等人 都与CIA有着密切的联系 邓文迪本人现在虽然没有从事媒体行业 但是他与媒体界必然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同时他的社交和人脉也绝不亚于任何一位著名的媒体人 不知道《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会不会断送了邓文迪的名流之路 以后不会再有人敢与其交朋友、做闺蜜 同时这篇报道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美之间无处不在的明争暗斗 连谍战工作都上演得如此惊心动魄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聚焦天下大事 探秘史实真相 欢迎大家订阅ACM蒙传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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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